2019年藝人明道和小S替包養品活動站台 该品牌投资人之一就是明道经纪人李诗祥 也就是肩上披着白色西装外套这位 而小S的老公徐亚军也是投资者 怎料李诗祥涉嫌掏空公司4000多万元 还遭违反商标法起诉 这个奥达式品牌是他和小S老公徐亚军等人 在2018年成立 但双方三年前闹翻后改由该公司大股东 极光公司法人代表林姓女子接任董事 怎料一查发现李诗祥趁公司禁军对案之际 把钱转到个人成立的工作室名下 侵占款项高达4000多万元 北险调查后依涉犯背信侵占等罪 起诉李诗祥及公司副总 那这个案子呢 昨天是法院那个北院第一次开庭 那开庭的时候 李诗祥昨天据我们所知是李诗祥没有停假 然后也没有到底就是无故没有到底这样 那法官好像是蛮神奇的 没想到此事还有案外案 这名名姓董事发现李诗祥曾在奥达市股东会 拿出一批极光公司的内部资料 疑问才知道是新任多年的 消息女员工所泄露 对方确称是李诗祥要他这么做 不过这名消息员工已经先被 以防害电脑使用 以及业务侵占等罪名起诉 必须在2号下午到案说明 据传这位员工来头也不少 竟然在大巨蛋周遭都有房产 这部分就是假官起诉 主要的就是一个是 妨害电脑使用罪 一个是侵占业务侵占的部分 您播的号码无人接听 请您稍后再播 时机之店李诗祥目前站无许的相关回应 如雪球般越滚越大的掏空弊案 还得由当事人上法院交代事情原位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